我也想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什么机会 如果他后悔了 他可以趁机带着东哥远走高飞 你说的不是真心话 事到如今 你没有必要再骗我了 咱们夫妻这么多年 你也骗不了我 你太了解你的弟弟了 他重情重义 他的心像阿娜似乎的湖水那样穿 所以你才敢做这一步棋 你断定他不会接受杜伦的答应 而只会被你感动 你用守住情和卷走的利益 让他自己走上了绝路 他除了放弃东哥 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我没有想到你有这么深的心机 我更没有想到 你会用在你自己弟弟的身上 你以为我就不在绝路上 东哥不是个普通的女人 所有人都知道我要娶她 所有女侦部落的首领 都以娶到东哥为无上的荣耀 我刚当上都督 我更需要这份荣耀 你替我想想 如果东哥嫁了别人 就算嫁给我的亲弟弟 我还要脸当成个都督吗 那你替说让哈齐吓过吗 我答应过的 除了东哥 无论他看上任何人 我都尽全力成全他 我想 他是不会再爱上别的女人的 等等 我不喜欢你自以为什么都明白 这是毛病 不过你正为舒尔哈齐吓 就把刚才对我说的话 全部忘掉 如果我做不到 你会杀了我 当然不会 可无论你告诉谁 那个人就会死 你会弄伤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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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你一天不言不语 饭也不识 门也不出 老师摆弄这把刀 挺吓人的 你要把你的心意呀急死呀 我去找舒尔哈齐少了 但是 我不能看你这么痛苦 我才带你一起走 为什么不 大为你决定的婚事 如果这个时候 我去找舒尔哈齐少了 我跟舒尔哈齐走掉的话 这对谨证诺尔哈齐 就是个罪大的侮辱 他为了要维护尊业 只有一条路 就是对我们叶和开展 欣雅 你知道一场战争 怪死伤多少无辜的人吗 可你并不爱诺尔哈齐 难道你真的要嫁给他 我们有别的路选择 我虽然家里努尔哈齐 可是我是绝对不会背叛 努尔哈齐的 我的身子 只能属于他一个人 我不懂 我会让大哥 还有努尔哈齐 一个完整的婚礼 我也会让所有人看到 一鹤的东哥 驾到了建州 可是那绝对不是一个活着的东哥 可是那绝对不是一个活着的东哥 哥哥 你在说什么呀 我说了 我的身子 只会属于舒尔哈齐一个人 如果他等不到 我就凶死 不 哥哥 你不能死 哪怕是为了舒尔哈齐少爷 你也不能死 哥哥 草原上本没有路 可只要有人走 就可以走出大道来 不行 我要去告诉二贝了 信仪啊 我谁把你当做亲姐妹 我才告诉你 如果你说出去 我现在就自杀 新娘姐姐 你有什么事 说我哈齐少爷在吗 他在和阿贝勒喝酒 醉得很厉害 醉得很厉害 舒尔哈齐 你喝了你喝多了 买安 喝喝酒 我哈齐 不错 别喝了 走开 阿贴 混蛋 穿过 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谁来 谁来 东哥 阿贝勒 阿贝勒 东哥 东哥 我不是哥哥 我是新娘啊 我来了东哥 舒尔哈 你怎么就像这个样子呀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我给我的心 让你佼佼 让你佼佼 舒尔哈齐 让你佼佼 舒尔哈齐 你干什么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这颗心 是不是她的羡慕 羡慕的心 你 我还去 那不是血 那是眼泪 那是眼泪 你疯了 那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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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说他将到建州就不想活了 没有喝醉 喝醉的是你吧 说什么醉话 真是真的 哥哥说他将到建州婚礼一过马上就自杀 是你啊 你说什么 刚才我给哥哥疏头 我还劝他 他时刻是我阿琴上业一起走 他说 他只能跟我阿琴一个完整无缺的婚礼 让所有的人看到叶赫的东哥加到了建州 可是 那不再是一个活着的东哥了 为什么 是为什么 因为哥哥心里只有说阿琴上业一个人 二贝勒 你快想想办法吧 二贝勒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还能去哪儿 我让他马上放弃这个最蠢最蠢的念头 你不能去 哥哥说 我要去敢告诉别人 他马上就自杀 二贝勒 东哥哥哥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他想定的是一百头牛也拉不回来 要不要告诉大贝勒 不 如果大哥知道了 也许真要了东哥的命 大哥怎么办了 二贝勒 你快拿个主意 你快拿个主意啊 去 拿盆冷水过来 做什么 破醒舒尔哈齐 看来现在只有让舒尔哈齐带走东哥这条路了 恐怕不行 哥哥说 他要是和舒尔哈齐少爷私奔 诺尔哈齐和大魏勒一定会迁怒对方 到时候 一黑玉剑舟就会打起来了 说得对 可是光凭这个舒尔哈齐 人前顾后也没有这个勇气啊 怎么办 让我想想 让我再想想 怎么样 小梦姑 哥 再高点 再高点啊 怎么样 好 高招了 高招了 小心点啊 冯姑 二哥 你好大胆子啊 站在大哥的肩膀上 没事没事 他发现一只小鸟受伤了 我扶他上去看看 怎么样 冯姑 行了 我要下来了 好 那扶着树啊 小心点啊 来来来 小心小心 扶着树扶着树啊 小心小心 来来来 二弟 哎呦 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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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蒙古啊 還是這麼不懂規矩 你要再這麼朋友家 當心沒人敢娶你 喝 我才不稀罕呢 我正想在大哥身邊 無業無力 快快樂樂的過一輩子吧 哎哎哎哎哎 哥你看你把他寵呢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 小鳥 疼不疼啊 別害怕啊 一會兒呢 我把你的傷治好了 讓你啊重新噴到天上去 嗯 好了 我不跟你們說了 我呢先去給他敷藥 一會兒再來看你們 嗯好 小心點啊 時間過得真快 你看小孟谷都長大了 哎孟谷等我 好 二哥 你有什麼話就跟我說了 怎麼了 還怕我的小鳥聽了去了 嗯 小妹啊 你現在已經是董事的大人了 你告訴二哥 你覺得每天都快活嗎 你覺得每天都快活嗎 我當然快活 你大哥姐姐全都寵著我 我還能不快活嗎 是啊 沒有比大哥在疼你的 可憐的是東哥呀 你ridge要快活你好 protection 小心點 方向你 大概小心點 你繼續再看аж 哎呀 那是為了我們葉荷 誰 這倒是為了 壓軋 何后呢 因为你姐姐的容貌和品格 都十分地初衷 那这是错吗 正是因为这种初衷 所有女真部落的首领 都争着娶她为妻 而我们叶鹤 只能选择一家 对我们最有利的作为盟友 那姐姐 也要找她最喜欢的男人 她很难做出自己的选择 说了你也不懂 我听说这次哥哥给姐姐找的 是建筑的都督 叫什么诺哈赤的 他人好不好 他 他好事好 什么叫好事好 二哥 你的神器怎么怪怪的 你姐姐遇到一件天大的男生 什么男生 你快告诉我 要她嫁给努尔哈赤 她偏偏喜欢上努尔哈赤的弟弟 舒尔哈齐 我听见姐姐听天在吹笑 西尼亚告诉我 那是姐姐在想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舒尔哈齐吗 东哥说他爱舒尔哈齐 说他只属于舒尔哈齐一个人 所以他 他 他什么 死 他说等婚礼完成以后就自杀了 崩公你去哪儿 我去找大哥 让姐姐嫁给他爱的人 晚了 现在所有的女真部落都知道了这门婚事 如果大哥会后 不但叶赫没有灵灵 我们还要面对努尔哈赤前来讨伐的战争 二哥 不能眼看着姐姐去死 不能忘 小东西 明天我就要离开这儿了 别害怕 我会把你交给小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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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比我瞪瞪你更爱你的 怎么了 你眼睛怎么红了 舍不舍不得我啊 我也好舍不得你 可是我不得不走 我也不能够带你走 天儿好黑 又好冷 哥哥 你去哪儿了 没 没去哪儿 是不是把我告诉你的事情 跟别人说了 没有 我没有 大贝勒让我去拿新稻子嫁衣了 哥哥要看吗 小妹 你到底有什么法我一定能劝你 二哥 你就别问了 这关系到东哥的性命 你一定要把怎么说怎么劝想周去 你不是说我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吗 我知道该怎么做 相信我她不会有事的 孟虎 怎么不进来 来啊 姐姐 怎么了 姐姐 怎么了 不哭不哭 新娘 你是不是跟她说了什么 姐姐 我不舍得你出嫁 姐姐很舍不得你 小蒙公 姐姐给她好东西要送给你 来 可爱吗 姐姐走了以后 她可以陪着你 她聪明极了 你喂她吃 她会顶头谢谢 不哭了 谁叫我生女人呢 女人总是要出嫁 如果阿玛姑娘还在 给你小蒙公子 我长这么大 她们也会为你占罗亲似的 她们也会为你占罗亲似的 别怪姐姐 米兰为你操心 不 姐姐 你别这么说 有个女人能给我的爱 你都给我了 从我懂事的那天起 我就想着 怎么能报答你 善能的人 会有好报的 姐姐这一辈子 一定能幸福 一定的 姐姐 你怎么了 姐姐明天就要走了 我最放不下 最舍不得的就是你 好孟姑 你有学习怎么照顾自己 两个孟姑 虽然对你很好 可她们毕竟是奶人 她们是粗心的 天起来 记得自己要夹紧衣服 对了 你一笔小青马 性子力 你起的时候可要当心点 知道吗 你 姐姐有好几件漂亮的衣服 留给你呢 姐姐 我也有一好东西要送给你 这是一只受伤的小鸟 本来我以为它伤好了 能够从心飞到天上去 可是她的伤子实在太重了 姐姐 让她留在你身边 你能答应我 把她的伤养好吗 她可好看 可好看啊 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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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受伤害 你会不会去 没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人有什么 和你 你会在这儿 你会在这儿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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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你政府的 相当心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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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chee 这怎么可能 她说连怎么劝阻的话都想好了 行你 孟虎肯定是因为难过说不出口 去 你去偷着催催她 快 孟虎哥哥来了 小妹 看你这不着急的样子 她听见你的话了 真的 二哥 现在到你房里去 我有话跟你说 行吗 好 是你啊 你也来 你们先下去 是 小妹啊 看你神奇 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十岁 你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二哥 我已经想好了 我去替姐姐嫁给诺哈赤 什么 你说一遍 我去替姐姐嫁给诺哈赤 她不是很晴陪 她是个一下子的 姐姐 这么有个小事 我去找她 我去找她 她们女人 这怎么可能呢 你忘记了 那奴儿哈赤要的是东哥 大哥答应的是把妹妹嫁给他 我也是大哥的妹妹 这有什么错吗 至少 那个奴儿哈赤就没有理由动病 这样 姐姐不仅可以不死 还能和舒尔哈齐 结成夫妻 哥哥 你的东哥姐姐绝不会答应的 所以我让你来呀 我知道有一种样 吃了可以睡很长时间 想办法让姐姐吃下去 只要我到达建州 和奴儿哈赤接了会 姐姐反对也没有用呢 可是你知道奴儿哈赤是什么人吗 他是什么样的人 对我并不重要 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我姐姐 可你也是我的妹妹 我不能眼看着你嫁给一个 你根本不爱的人 可是我爱我的姐姐呀 反正 我还从来没有爱过一个男人 也不知道 被逼爱过的滋味 将来你会后悔的 不 我不会 自从没有了额娘 姐姐就像我的母亲 她爱我 呵护我 天再大 也沉不下姐姐对我的恩情 能有机会为她做点事情 我心里高兴 我真的高兴 不行 如果大哥知道这件事也绝不会同意 所以我走之前你一定不能让他知道啊 妹妹 你知道大哥有多疼你吗 你要是就这么走 他会难过一辈子的 就是呀 大贝勒对二贝勒和东哥哥哥都很严厉 唯独对你特别好 你要是这样走了 他会伤心的 我知道 其实 其实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大哥 要是姐姐真出什么意外 大哥也会难过一辈子的 再说了 反正我迟早也要嫁人的嘛 妹妹 好了好了 不要再争了 如果你们有更好的主意 我就听你们的 阿贝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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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贼勒 小妹 也许你说得对 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委屈你 不过你记住 如果卢尔哈尺对你有半点不好 你一定告诉我 我会亲自率叶和的旗币 替你出旗 兄弟啊 做你该做的事情去 记住 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不能告诉任何人 包括姝儿阿姬 槍 阿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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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前面那个就是说我哈欺少爷吗 对 就是他 看他的样子好像很难过 等他明白一切后 我真想看看他开心大笑的样子 走 好 坚 Moy 哥哥不好了 哥哥 不是 阿七少爷来了 我快把他丁戴上 东哥 你想为难你 我也不想坏了叶鹤的规矩 我是想跟你说两句话 东哥 你再听我说吗 我已经后悔了 可是我没有办法选择东哥 东哥 我不会跟你说原谅两个字 你是一个该生成的法典 在寻求的开拓 东哥 你帮我 阿七 走开 东哥 走 东哥 你听到没有 用心地爱我哥哥 东哥 你该有自己的幸福 东哥 我把你送回建州 会远远地离开 东哥 你听到没有 东哥 我会用我的死去输回自己的罪过 走 东哥 你听见没有 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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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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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儿贝勒 谢谢你 不用客气 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的好弟弟 各位一定是感情 音来星鸣地义青春 启拍清雅的星鸣身 曲歌声 佳里青春 启拍清雅的星鸣地义青春 音来星鸣地义青春 都在庭祖先 心里的全包有你了 夫妻仍爱有存 老爷 东哥 我再感谢上层 感谢他把你赐给我 这个从小就被逐出家门的流浪汉 从今天开始我怒尔哈赤 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男人 我知道 也许 你还恋着我弟弟是我哈齐 但我不会怪你 我真的不会怪你 我相信总有一天 我一定可以污热你的心 我一定可以污热你的心 有请 你是谁 我是东哥的妹妹 我叫孟虎 我要娶的是东哥 你来干什么 娶的是叶和贝勒的 敢骗我 哥哥 哥哥 等会儿小爷 你不要动手 哥哥你快出去啊 快 二哥了 快点快想起来 我找不了你们 快来就想起来 你为什么骗我 别打 住手 二哥 叔叔还起 快拦住他了 哥 这个魔鬼 东哥呢 东哥在哪 弄我好吃 你们答应把妹妹嫁平 你说这个妹妹就一定是东哥 你们和我骗